又被爆抄袭 太平鸟为何屡教不改 太平鸟又被爆抄袭了 近日 国内一家小众原创服装品牌 SS下华线Sims Case 在微博发文控诉 称自家品牌去年冬季一款外套被太平鸟服饰抄袭 除了改变面料材质 大身版型 颜色 配色 装饰细节 甚至是扣子位置 太平鸟都完全照搬 谢图称 1月7日 自己收到自称太平鸟男装负责人的合作邀约 经纪人与对方交涉后 对方提议可以参考太平鸟和大理斯日志 还有李灿森的联名项目 今年8月 视觉艺术家Jasuo White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实名举报太平鸟侵权抄袭 称太平鸟未经授权 大量使用了自己的漫画作品及签名 同样 对于近期网上频繁爆出的抄袭事件 太平鸟也没有公开回应 不过其曾对媒体称 自己品牌有专门的品牌设计师和摄影团队 如果真的涉及抄袭问题 原创品牌可以走法律途径 平台方未给出过切实可行的方案 而是在加速吸纳原创商家入驻后放任盗版满天飞 申请原创保护早就成为一句口号 而原创品牌人为言轻 坦怒不敢言 给出的道歉声明落款也是供应商 周山文可服侍公司 从投报委不提选离 并将抄袭美化为对设计师作品把控管理不严格 而证明原创商品早于侵权商品设计或生产 销售以及侵权商品销售量和销售金额等方面 都存在取证难度大的问题 而且一般这类案件赔偿金额不是很高 很多原创设计品牌 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动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念头